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象征楼球王国权力中心的首领城 不时迎来从中国远道而至的时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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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沖繩的丁字路口 都会见到这些石锦当放在路边 相传可以用来挡杀 这个中国习族 当地人相信是随着敏仁三十六姓 或者后来的中国时节而传入沖繩 敏仁三十六姓到琉球之后 最居的地方叫做九米村 所以他们被称为九米人 今天九米村已经面目全废 但是敏仁的后代仍然以九米人自居 我们的祖先姓梁是在福建的吴航和江田过来的 他们是在天信四年 即是一千四百多年 被中国皇帝派他们过来的 到我现在是第二十代了 上江州和南的祖先 早在六百年前落户九米村 已经从姓梁改姓上江州 虽然改了日本姓 但是还紧守中国的风族 我回来了 我买了衣服回来了 买了这些 每逢四月九米人中亲会 都会举行清明祭 大家聚首一堂 作为九米后人的妻子 在祭祀早一日就会约在一起 准备一款家乡菜 鱼三味 鱼三味是中国传过来的料理 即是得清明哲会煮 除了猪肉之外 还有鸡和鱼三样东西 要做一百人的份量 鱼三味的材料 包括鸡、猪和鱼 鸡代表天 猪代表地 鱼代表海 煮法主要是用正 充分发挥中国南方的烹饪特色 放入冰箱一晚 明天再煮一次 就可以放入便当 不要再放入便当 放开 好的 今天很忙 因为要做给一百人食用 现在我什么人的手都想借 连猫的手都想借 大约六百年前 我们第三代祖先开始葬在这里 现在已经葬了十七代 这个坟墓是明治六年重建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九米人难得聚在一起 纪念祖先 对他们来说 这一天很重要 所以大家都会尽量出席 准备 清明祭祖这个中国传统 不单止九米人重视 整个冲城的日本人 也会在清明四月去拜祭先人 这个习俗在日本只是冲城独有 而且当地人的坟墓 很多都沿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龟甲墓 梁氏吴纲会的族谱 代代相传了六百年 最早追溯到他们的先祖梁松 我们祖先主要做翻译 以前琉球是一个赌国 没有做贸易的经验 所以中国政府派了很多有色知识 串授航海贸易语言方面的知识 九米人以身为知识分子的后人 而感到自豪 尤其是一般老百姓 都没有自己的族谱 而他们有 他们的地位就显得高人一等 是充成 一般平民百姓 是不可以有族谱 只有时俗阶级才可以有 族谱如果没有琉球皇帝 我们认可的印章放在上面 就不称得上族谱 我们能够拥有族谱 证明皇帝重视我们九米三十六姓 我们作为后辈 真的觉得很自豪 琉球皇帝重视中国文化 所以对敏仁三十六姓 以至他们的后人都非常尊敬 其中程信泽和蔡温 不单只担任过朝廷高官 还被后来的学者 列入琉球五位人之内 像蔡温一样 他对琉球作出了很多贡献 例如种植林木 治理河水泛滥 修路 改善了琉球整个环境 是一个好料不起的人 九米人经常往来琉球和中国 将中国的漁学、技术 甚至政治制度传入当地 对琉球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九米村长时间受到政府很大的优待 政府认为九米人会为国家作出贡献 所以由他们十二三岁开始 就会收到年份 即是朝廷每年都会派米供养他们 九米人的优越持续了近三百年 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退减 到一八七九年 琉球被日本吞平 九米村亦慢慢烟门 不过华人对当地的影响 并未因此停止 这儿是位于沖城西南部的石环岛 每年四至十月 一星期有两班邮轮 由台湾基隆港出发来到这里 被游客上岸观光 石环和羽那国 竹库等多个岛序 合称为八重山 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由于两地水路很近 从而奠定两地之间 一段深厚的渊源 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清廷战败 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做殖民地 台湾和八重山的居民 于是交往频繁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台湾人林法 发现石环岛的气候和土壤 很适合种植凤梨 于是就招募了三百三十个台湾人 过来开狠 还开了一间凤梨加工厂 中植园营运成功 吸引了其他台湾人陆续加入 形成明朝 敏仁三十六姓之后 另一次华人移居到充城的移民朝 初初开始台湾人来明朝这儿开狠 后来他们渐渐扩展到 旁边一个叫松田的地区 种苏米、凤梨、芒果等 开狠了很多土地 松田梁孝在近二十年前 第一次听到华人从台湾移居八重山的故事 他觉得很吸引 于是开始追寻这段历史 听很多老人家说 以前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去台湾谋生 另一方面 我在石环岛采访的时候 就发现岛上原来住了很多台湾人 还引入不少台湾文化 所以如果两边的故事都听听的话 相信对八重山这个地方 会有另一种体会 松田梁孝经常会去采访 从台湾来的华人移民 冬禁三是他其中一个采访个案 他在石环岛土生土长 旅游季节 他会兼职带团做领队 而正职是农夫 在爸爸流下来的土地 终植奉利 在大约75年前 有朋友问我爸爸 过不过去琉球发展 起初我父母只是想过来 看一看环境 但是来到石环岛 看到这里土地不错 于是就决定留在这里开狠 冬禁三的爸爸叫陈宏发 原本在家乡台中种田 他小时候听爸爸说 八重山的耕种技术 被台湾落后 当地人只是靠双手来耕田 但是台湾人移民过来之后 就引入水牛帮助耕种 水牛最初从台湾引入石环岛 帮助了农民很多 因为这头日头太热 水牛不肯做事 但是到了夜晚 他们整晚是这样做 做不停 水牛可以很长时间耕田 比马好用很多 台湾人引进水牛 开狠了很多农地 令八重山人 觉得自己的土地被人抢走 所以很反感 不想台湾人在这里住 想把他们赶走 台湾过去被日本统治 日本人始终有优越感 觉得被统治的人 应该较似一等 八重山人 因为自己日本人的身份 当年对台湾人 都会有一种 看不起他们的感觉 一般的日本人 他其实都会对台湾 有一种很蠻慌的想像 自从日本开始 殖民统治台湾之后 他为了合理化统治 所以他其实就会把台湾 讲成就是一个 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猎人头族 然后他们叫生藩 日本政府自十九世纪后期 开始向外军事扩张 原先政府打算在国内 最南端的地方 沖繩发展热带实验基地 台湾成为殖民地之后 日本的国界因此向南移 以台湾也取代沖繩的军事为之 等于是说以台湾做一个跳板 他从台湾就是在南进到中国 南方或者是东南亚 到后来其实整个军事 军事的这样一个建设 他就全部都移转到台湾去了之后 那八重山当然他们就 就反而被边缘化了这样子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 大兴土木 兴建了很多现代化设施 亦因为这样 当时吸引了不少八重山人 选择到台湾发展 在台湾发展 99岁的白宝英恒年轻的时候 爸爸就带着他一起去台湾 一住就住了15年 那时候台湾是很多八重山人 很向往的地方 因为日本那时候环境非常不好 可以说去到谷底 在八重山这边 就算中学毕业 都上不了大学 又难找到工作 所以爸爸说 不如带你过台湾 找工作或者读野校 机会都会多些 所以就带着我去台湾 白宝英恒在1930年去台湾 他还记得 当时台北人口超过40万人 总督府周围一带很热闹 而且日本政府 因为想搞好台湾经济 所以办了很多展览会 吸引投资 白宝英恒来到台北就上夜校 后来考入铁路局 没多久还升做车长 看见当时妈妈写的信就知道 在日本因为爆发战争 政府管制好业 所以妈妈经常说 不知道可以熬到何时 相比之下 当时在台湾 工资不断加 生活反而很安定 我视台湾为我第二故乡 对台湾的印象和回忆都非常美好 八十八岁的新卷芝是八重山人 三岁的时候 他全家人移居台湾 爸爸在铁路局工作 而他也在台湾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在大都会体验到的东西 在台湾都可以体验到 好像在神社举行的节日庆典 行商店街 在剧场里面看戏 歌舞技艺表演 最深印象是在基隆港 海边的泳滩设备很齐全 所以我经常去游泳 新卷芝很享受在台湾的生活 无奈二战结束之后 所有的日僑都要撤离台湾 在日治五十年 大批日本人移居到台湾 亦连带日本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都一拼带到当地 一改台湾的面貌 而位置国家南端 一直备受日本政府忽视的八重山人 反而通过台湾 令他们可以和日本的文化接轨 以前石环岛这里都没有寿司吃 但是之后 人们就开始吃寿司 服装方面也是 以前这里的人都要穿琉球服装 后来就有人像我们那样 开始穿和服了 所以我们也要做 八重山人移居台湾的短暂历史 随着二战结束而告一段落 但是从台湾移居八重山的华人 就因为战争结束 而面临身份危机 结果四出奔走去为自己取回公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战火波及本来是平静的冲城 在石环岛 台湾人临发创立的凤尼园 和罐头加工厂 开始经营困难 因为在打仗的时候 用了铁来做大炮、均嵐 不够铁做罐头 两三年之后 大家都不再生产罐头 改为生产鳳梨干 到1943年 日本政府说 鳳梨属于奢侈品 不要再种 要它们改种米、番薯 所以加工厂慢慢做不住 在战争期间 冲城的台湾人大部分都撤离 只得少数人选择留下 岛田长正 原本叫廖长正 他爸爸廖建福 就是少数留下的台湾人 爸爸是超和十年 即是27岁那年来到这里 他初初在林法工厂做管工 后来战况激烈 台湾人都疏散回台湾 没有再回来 但是爸爸觉得石门岛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就没走 选择留在这里 廖建福向撤离的台湾人 买了几只水牛 在战事没那么紧张的西表岛继续耕种 到战争结束 他们一家人又搬回去石门岛 不过又有谁估到 就在这一来一回之间 他们的身份竟然会彻底改变 日本战败 台湾归还中国 留在冲城的台湾人 一下子由日本籍变回中华民国籍 成为旅居日本的外国人 战后 美国根据尼米兹报告接管冲城 一群台湾移民虽然获准留下 一群台湾人虽然获准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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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台湾人都要带着一份 叫做再留许可证明书 当时冲城人去日本本土 出入境都要出示护照 成为了外国人的台湾移民 地位更似一等 我们在这里出生 又没有日本籍 又没有台湾出生证明 所以没有可能拿到护照 除了这里 根本去不到其他地方 我不会说当时自己很生气 但是觉得自己的心灰了 反正都回不了台湾 就要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 岛田长政的爸爸廖建福 和大哥廖秋雄 意识到国籍问题 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前途 于是在1962年 率先和部分八重山的台湾人 一起争取日本国籍 日本政府给他们的回复是 要申请入籍 首先要证明他们 已经脱离中华民国国籍 但是当他们向台湾政府 申请文件的时候 又遇上困难 当时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紧张 国民党可能怕 台湾的人口和当兵的人数会减少 所以不批准他们 脱离中华民国国籍 谢谢大家 廖建福决定以无国籍人士身份 申请规划 等了两年 日本政府 出之批准他们的申请 一共22个住在八重山的台湾人 成为了第一批 拿到日本国籍的台湾僑民 很开心 和太太原本想结婚 如果还是没有国籍的话 怕将来会影响下一代 所以二十岁拿到国籍 就立刻结婚 在冲城的公民书馆 可以找到当年石环市议会 写给冲城市政府的陈情书 要求政府基于人道立场 尽快解决拖延已久的 台湾僑民国籍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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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71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年 台日断交 台湾政府 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于是 改变对海外僑民的态度 台湾政府怕留在冲城的台湾人 因为联合国不承认台湾 会转为申请中国大陆国籍 就是因为怕有很多人会这样做 于是台湾突然有批准他们放弃台湾籍 所以 很多人都可以归化日本 结果 在1973到1975年之间 178个住在冲城八重山的台湾人 顺利入籍日本 这是我父母的神位 其他的神我都不相信 但对于父母 我每天都会斟茶给他们 一年365天都会 今天又再保佑我们 岛田长征 接手爸爸 廖建福的冲田之后 就专攻种植芒果 这些地很适合种芒果 因为芒果需要弱酸性的土药 种芒果不是很辛苦 但是很困难 他说最初学种芒果的时候 由于经验不够 失败过很多次 最后他要去台湾找亲戚指导 亦因为这个原因 他第一次踏足台湾 小时候 因为自己是台湾人 常常被人笑 被人欺负 所以对台湾没什么好感 但是去到台湾 很自然就说起闻南话 接着就有一种感觉 觉得自己是属于这里的 开始觉得台湾是自己的祖国 每年七月 石缓岛都会举行水坝制 值此促销当地的特产 大会安排特别的摊位 推介台湾的农产品 当初八重山人 排擠从台湾来的华人 多年之后 他们终于认同华人开狠当地的贡献 而且还立碑表扬 多谢台湾移民 为八重山带来农业革生 例如 以前八重山的农业 只靠人手和坐头开狠 后来 全靠台湾人引入水牛 才说懂得用水牛耕田 所以这个纪念碑 专门是感谢台湾人 对我们八重山农业的贡献 石缓九雄退休前 是中学校长 他说教科书 有关八重山的历史 从来都没有提及台湾人的贡献 这个做法其实是对华人有所欺险 日本殖民时期 有很多在这里的台湾人受到不公平对待 我们希望向历史借鉴 要跨过这些痛苦 希望今后 在文化方面 双方有更多交流 谢谢 谢谢 colleagues 杰益 爹 这日梁氏吴江会的负责人 上江州和南来探望他们最年长的会员 今年99岁的古借案情 他们的祖先都是明朝洪武年间 朝廷派遣到琉球的 敏仁三十六姓当中的翻译专才 古借案情是冲城土生土长 说的是当地方言 不过他就很喜欢和人介绍 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中国 祖先是中国福建省 他们是很厉害的人 我很尊敬他们 每年清明都会去拜他们 华裔血统对一帮冲城华人来说 最大的影响是二战期间日军征兵 他们因为不想打自己的同胞 古借案情就选择离开冲城 移民到南美 我是二十三岁去巴西的 和家里四个人一起去 那时打仗要征兵 我就被招募已经合格了 那时发生了奴溝桥事变 爸爸不想我参军 说不如我们移民吧 古借案情投靠当时住在巴西种香蕉的姐姐 一旦住就住了十几年 到1951年才回到冲城 如果我留在冲城 一定会被派去打仗 一定不会有命回来 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古借案情记得 当时不单止他们华人 就算是一般充成人 很多都不想和中国开展 我的朋友都有派去中国打仗 听他们说真的很残忍 日军见人就杀 老百姓都不放过 但是冲城人是做不到的 亦不会这么做 因为冲城人和中国人 自古以来已经有很多交往 所以冲城人不忍心杀中国人 1945年3月 美国派出54万大军攻打日本 日本政府为了拖延美军登陆本土 派重兵到冲城开战 甚至强迫当地未成年的学生 加入铁血勤王队抵抗美军 战事在冲城持续了三个月 死伤无数 四个冲城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离难 是当地一段惨痛的历史 而日本战败投降之后 冲城被美军托管长达27年 期间美军不断强征居民土地 用来兴建军事设施 令到当地人好不满 我们觉得冲城就好像日本 一个扔出去的石头 对日本来说 冲城是重要的军事据点 只有这点对他们是重要 但是居民的生命财产 他们就完全不考虑 更加不满的是 1972年 美军将冲城的行政权 交回日本 但是就没有撤走 一直到现在 全日本的美军设施超过七成 都是集中在冲城 带来的噪音 飞机升降安全 甚至美军滋扰问题 一直困扰当地 在日本 叫尖角珠岛的钓鱼台 属于冲城圆范围 中日两国经常就钓鱼台主权出现狗分 对冲城也造成很大困扰 冲城在战前 和中国保持很亲密的关系 现在过了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日本政府最近又令到周边局势升温 很多冲城人都觉得 是在这里制造麻烦 担心会受影响 冲城人对日本政府的不满 多年来起起伏伏 要求独立的声音也不断出现 去年年中 有人甚至发起琉球民族独立的可行性 石原教授认为 这些主张独立的声音 正好反映部分冲城人 对琉球王朝的眷戀 我们琉球人和大和民族是不同的 虽然我们的护照是写着日本籍 表面上是日本人 但是去到外国 都不会说我们是日本人 会说我们是琉球人 琉球王朝已经结束了135年 但是在大部分冲城人心目中 他从没消失过 而作为琉球历史重要一环的 敏仁三十六成 他们相传下来的习俗 仍然得到重视 每年九月二十八日 是孔子诞神纪念日 由敏仁三十六成后裔组成的崇圣会 每年都会隆重其事 举行祭孔大典 这个祭典由1610年开始 差不多有四百多年历史 纵琉球王国时代已经开始 所以只要一开始 出现他们ły 《瓋色的团宿》 群寸会是1914年成立 今年刚好是一百周年 瑜伶當年由敏仁三十六成 nel到琉球 曾经善相一时 即使到今日, 沖繩人仍然不忘 找人三十六星所作的貢獻 九米人為琉球帶來了很多中國學問 他們的影響不限於經濟 而在教育方面 對琉球繁盛的貢獻都很大 所以要清楚琉球歷史 就一定要研究九米歷史 就好 經歷過二戰的游論 美軍的托管 沖繩人一直覺得被日本政府邊緣化 而敏仁三十六星後裔的存在 彷彿提醒世人 琉球王朝曾經擁有過最光輝的年代 對於愛情來的時候戀愛預告 只有高清好戲派 敏仙 18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